台灣的泡嘴車常見的是黃土 95%以上都是黃土 哇 燙毛毛 安全帶可以 啊 你確定要給我帶這個安全帶 這車主是幹嘛 有沒有看到裡面那個鐵的都生鏽 後面一大片都是黃土 馬上知道泡過水啦 對 整條一大片這整條都黃土 救命啊 它不是黑色髒喔 它是有帶一點紅色的鐵鏽喔 有 有鐵鏽的感覺 紅黃色的鐵鏽喔 正常來講啊 車子裡面的鐵本來就會生鏽 可是啊 泡過水的車生鏽特別嚴重 這台車就是今天我們的主角 一看問題可大 凹狗狗的一定問提人說 哇 燙毛毛 欸 這個地方洞洞裡面怎麼黃黃的 安全帶可以 啊 你確定要給我帶這個安全帶 這車主是幹嘛 它這個會 啊 黃色的土 所以你剛剛有發現一個 重點啊 對 按鈕裡面的黃土 其實正常來講的話 它就算跑工地啊 不應該那個黃土是一塊狀的附著 其實應該是已經刷過 只是刷過了 刷不乾淨 是沾成這樣耶 沒有 因為土喔 黏在上面真的不好清 我跟你講喔 其實看方向盤下面很久 方向盤下面 好髒喔 你們看到裡面那個鐵的都生鏽了 天啊 這裡面藏物納購就算了 生鏽生成這個樣子耶 不要你泡水 你要去辨別那個髒喔 是黃色的土 你再看它方向基柱啊 這些鐵件的部分 全部都是生鏽的鏽斑 我跟你講你摸一下它椅子底下 彈簧啊 鐵件啊 救命啊 它不是黑色髒喔 它是有帶一點紅色的鐵鏽喔 有 有鐵鏽的感覺 紅黃色的鐵鏽喔 正常來講啊 車子裡面的鐵 本來就會生鏽 可是啊 泡過水的車生鏽特別嚴重 其實你看二手車 你如果不敢拆 你就叫那個賣車的人 或車廂的老闆說 你可不可以拆一下這個 我看起來 這個喔 所以拆起來可以除了看狀疾 我們還可以看有沒有泡水 我們把線稍微這樣翻轉過來 後面一大片都是黃色 馬上知道泡過水啦 對 轉挑 你會不會有一個疑問說 那把縣主換新就好了 欸對啊 幹嘛不換新 啊錢啊 這種車利潤就那麼幾萬 那換新要多少錢 你看喔 我弱勢車行 我這樣全車縣主 灌掉它不然兩三萬 你如果修好開沒事就好了嘛 那為什麼要怕咧 最大的原因是說 有一些電路的問題 你像這台車發下去啊 ABS燈啊 什麼防滑燈啊 然後我開開機油燈 忽然亮起來啊 所以基建的東西 漏油我們就補油就好了 問題在於那些電子的零件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它什麼時候壞掉 其實我覺得這比較麻煩 所以有時候我們買中古車呢 一個契約上面還是要講 呃 註明它不能是泡水車 不能是髒車 不能是試鋪車 然後就是說 欸如果沒有的話 你是要原價回收還是怎麼樣 要註記清楚 那再來第二個 當然我們如果在先前 可以先透過一些小檢查 可以先發現 我們就不用後面在那邊 跟人家回來回聽 對 所以這一點大家也要記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